好大家早 欢迎来到胎子期一个月养成计划的YouTube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那我是刘总得 今天是5月26号 今天的胎子期 其实会蛮有意思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待会我会跟各位进一步的解说 那我先说明一下 每天早上8点 这个胎子期一个月养成计划 这个大概差不多2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YouTube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间 主要是针对当天胎子期的走势 当冲的或者是小波段操作的 基本上做胎子做那种大波操作的不是没机会 但是那个要从日线等级去找那个 那个关键的那个高低转折位置 但那个切入之后就是真的做一个波段 但是这当中又牵涉到可能 因为因为台子期本身每个月 他会他会做一次结算 然后换长对吧 所以说这当中就是 你要去真正完全实现一个大波段 那个基本上有些难度 那好 各位只要记住了 我每天早上8点钟 大概花20分钟的时间 主要就是针对当天 台子期的一个一个走势 然后他的一个高低位会是在哪里 然后今天的关键价是哪一个位置 然后今天应该会怎么做 然后这个价差空间应该怎么抓 主要就是在跟各位分析这些 那我们也不耽误时间 我们就直接来看这张图 那各位去注意看 这张图 这张图是26 对吧 也就是 昨天晚上的夜盘 收完盘之后出现了这张图 那这张图之前应该是 应该是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昨天画的图 对吧 那我昨天画的图 各位只要记住 就这条红色的上升趋势线 从15037这个点一直延伸出去 一直延伸出去 各位只要记住这条线 记住这条线 这是1 第二你只要记住 我昨天讲的多空关键位是16517 或者是这条红色的这条 这条上升趋势线价格总是必须要站回 对吧 这个就正式转强 有没有 我昨天说的很清楚 然后如果正式转强就往上挑战16915 就这个位置16915这个位置 那没有站上呢 也没有问题 我昨天说了 大盘他就会怎么样 这个多方他就会 以退为进 对吧 他就会 不需要强攻 因为越往上他会有卖压 那很简单 我就是先消化卖压之后 我再往上攻 那这种情况就会以退为进 懂我讲的意思嘛 那以退为进下方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抓两个 下方的必须形成支撑的位置嘛 那我就抓两个位置 一个是16220 一个是15920支撑嘛 这个是昨天的图哦 这个是昨天的图哦 各位看清楚哦 我把昨天的图简化 在简化之前 在简化之前 这个就是今天的图嘛 你看一样从下方15037 一样是 这样的一条上升趋势线嘛 那价格走势就是一直沿着这个上升趋势线 各位有没有发现 原来的价格走势 原来的价格走势他是走在这条上升趋势线的左半边 有没有 有发现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他是跌 跌破了这条上升趋势线嘛 之后的价格走势他是走在这条上升趋势线的右半边 有发现吗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包括市场上很多的分析师 也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我只很简单告诉你说 这条上升趋势线大概是不是45度的角度 没有错 那45度角度走在上方的表示什么 强势嘛 因为这个仰角的问题嘛 那 仰角45度之上的你说他是不是走势强 是嘛 那仰角45度之下表示什么 他就比较偏弱方嘛 虽然说价格还在上涨 但是呢 他只要站不回这条上升趋势线之上 那我会跟你讲 到最后他就是怎样 只要站不上他就是要结束 先把我这句话听清楚 你后面你就可以来验证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我来讲百名对的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今天跟你讲的嘛 那好 你去注意看 价格 昨天经过昨天的交易过程 一直到夜盘 对吧 到今天早上 收盘 这个价格一直是怎样 没有突破这条上升趋势线 红色的上升趋势线 然后呢他是怎样 回测16517这个位置 有没有 所以今天今天16517 就是怎么样 还是这个多空关键位 然后呢 或者是怎样这个红色上升趋势线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上他必须要怎么样 在这个位置他有可能会形成反压 这样讲 懂我讲的意思 那同样的情况 今天只要 手稳 16517 他就会往上挑战 16915 什么意思 各位 在这个地方 价格走势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一直没有办法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这条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立刻往上去挑战 16915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那他只能够怎么办 因为他是弱势 弱势的 弱势的多方 他不是强势的多方 你现在从弱势的多方 你要转回强势的多方 你必须要有大笔的资金往里扎 比如说 外资大满 这个才有可能 那如果说你是靠我们内支法人 基本上要做到不容易 因为为什么 除非说外资不卖 那如果外资卖你内支法人买 那糟糕了外资正好倒给你 所以说这当中 这当中有很多的变化 那在这个变化当中 其实最后他都会在价格走势的结构当中 他会去显示出来 就像今天的盘式 你看到最后他是怎样 没有办法突破 好很简单 以退为进 打回 守16517的同时 因为价格走势他变成是横向 横向横向横向之后 变成是 我现在今天只要守稳16517 我直接往上怎样 我就可以倒倒地涂 涂到上面来 刚好16915 赶快会到 你知道吗 一样会到16915这个位置 重点是什么 16517这个位置 今天一定要守稳 站稳 他就有机会往上 这样讲清楚 这样讲清楚 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多方 在一个弱势的多方的情况之下 他如何以退为进 然后把上方的那个上涨的空间 藉由这个走势的结构的过程当中 把它怎么样 先预先做出来 懂我讲的吧 这个 这个很好玩 这个很好玩 好 那这个你清楚了 这个你清楚了 今天就是 我讲的应该很清楚了嘛 那今天就是16517 16517只要守稳 这个就OK 透懂没问题了 这个就透懂没问题了 好 那这张图就跟各位 一讲你就清楚了嘛 这张图一讲就清楚了 那昨天我在盘中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 台子期一个月养成计划的一个 Telegram的一个群 然后 那这个群 这个群 欢迎你 你可以加入 这个群就是这个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加入 扫这个码 然后你去加入 然后你扫这个 Litead这个码 然后加入之后 你如果说在TG群当中 我贴的一些资料相关的 图挖也好 或文字叙述也好 你如果有什么 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在Litead当中跟我 去 去做交流 这样好吧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这个是昨天盘中 这个是昨天盘中 我贴了一张图 时间是10点44分 有没有 AM 10点44分 25号 贴在这里 然后我说台子06的15分线 就是这张图 就这张图 这个位置 我把它标清楚一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位置就是16517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16517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那条上升趋势线 懂我讲的意思 好 那各位去注意看 台子旗06的15分线 长虹突破 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昨天的15分线 它是直接做长虹 突破16517 有没有 所以说它是怎么突破 表态突破 用长虹K棒去突破 但是突破之后很可惜的是什么 上方来到了这条上升趋势线 你必须要 一股作气 再一根15分线再往上突破 这个就正式转强 很可惜 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打到它就是会形成反压 好 那在这里形成反压之后打回 你看它也是怎样 第一次它有跌破 有没有 有跌破16517 但是呢这一根K棒是带了很长的下影线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告诉你 你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下去打空单的 你看到这一根K棒又是在关键位置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知道说 你就应该要知道说 这个空单 这个空单基本上 这个下行的空间 应该会怎么样 不容易会产生那个比较大的价差利润 懂我讲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在关键位 和这个K线 它的一个组合运用的问题 这样讲清楚 我在讲K线 我一定 这个K线我一定只在关键位置去用它 其他的那个什么 什么涨跌的过程 这些过程当中 这些K线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只在关键位我来看K线 K线在关键位怎么表现 这个一定很清楚 打到上升趋势线 K线告诉你怎样形成反压就是黑 对吧 然后怎么突破关键位16517 就是长虹突破表态给你看 然后跌破之后它是又如何 手稳16517 它是用什么K线手稳的 有没有 那 这个群基本上我是在教学乡长 所以说你有兴趣的我很欢迎你来学 我不瞒你讲 这个如果真的是你要我one by one 或者是 小群组授课 我收费一定都很高 但是我觉得 一般投资人要接触到必须他要先有一个基础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群 我是不是在当时我就讲 这个长虹突破16517 那网上没有一举站上这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遭遇什么反压打回 那随后再次以怎么样 带长虹的K棒怎么样 站回这个 带这个下瘾 长下瘾 应该是长下瘾红K 站回16517 对吧 那所以说目前再次挑战上升趋势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昨天我在 我在盘中的时候 我在 我不是弄一个群然后就好像骗一堆人进来然后什么 不负责任不会啦 这个群既然要做我就会用心做 然后呢你 你 欢迎你进来学 那你有问题你可以提问我都会教你 这个都没有问题 这样好吧 但是 但是你 你 希望就是说大家彼此互相尊重 这样就好 这样好吧 好 这个是昨天 这个是昨天 昨天 昨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必须要跟你讲 如果站稳了关键位 往上的那个那个关键价 基本上这个就是做多方 基本上这个就是做多方 那你要在哪里切入 差别只是这样的问题而已 总之上方就是会到那个价位 这样讲清楚我说的意思 好 那做多方来到上方的时候 这个就是要出转折的位置 只是说这个转折短线上是出现了 但是他有手稳 多方有手稳16517 所以最终他还是怎么样 是一个多方式 所以你昨天上方打空 OK FINE OK 绝对没问题 但是下方没有办法跌破 你要不要先出场 要 也绝对是正确 这样讲懂我说的意思吧 那要不要反手做多 对 就是这样做就对了 好吗 关键位的运用就是这样子来用 好 这个我们把它讲完 那这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你的事 各位去注意看 其实这一波 其实这一波 基本上来讲外资 你会发现到说他在 这个是期货三大法人的交易记录吧 这个是5月24号 那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注意到说外资 外资的部分 他是未平仓净空单 24000多口 那投信呢 他也是怎么样 4000多口的未平仓净空单 那自营商反而是正的口数 那好 但是你看电子期的部分 外资是怎样 877口 未平仓的净多单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怎么涨 是因为说资金重回电子 对不对 这个你都清楚了 你都清楚了 好 那我们要看回来的是说 这个位置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刚刚已经给各位看过了 那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我们从点 这个 这个软件我们点进去 然后点期权分析 然后点期货三大法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时间 5月25号 这个是5月25号 外资的净空单 有没有减少 有稍微减少一些 那投信有没有减少 有稍微减少一些 那在这个外资的电子 这个电子期的部分 它的这个净多单 有没有减少 有减少 那这个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今天你在看盘式的时候 在盘中的时间 你可以去注意 你可以去注意说 资金昨天重回电子 今天电子的表现如何 今天 其实 其实不用 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相呼应去对应 我今天 其实我不用去管其他的 我只看这个技术分析面的价格走势 我就直接跟你断了 16517只要守稳 今天就是往上挑战16915 这几天就是往上挑战16915 总之16517不破 他就是往上挑战16915 就这样就对了 那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卫平三大法人那个卫平昌进空单进多单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只是给你参考 说这个时间点到到下一个关键位置 这个 这个法人的部分外资他是怎么布单的 然后呢投信他是怎么布单的 所以说他会在哪一个点 哪一个关键点 他会完成这个布局的动作然后开始怎么样 出现那个反向的操作 懂我讲的意思吧 这个 这个一步一步来啦 我只是先提一个头 一步一步来下次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 我会再交流 我会再讲 那这个位置上 我会跟各位讲 现在价格走势就是沿着这条上升趋势线在发展 那总之最后的价格 现在是弱势多方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强度啊 因为 他的强势来自于打回他有手支撑 懂我讲的意思吧 就像前一波 有手支撑打回有手支撑然后开始发展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强势的往上 然后之后怎么样在这个位置上跌破 跌破了之后然后开始变成是弱势的多方 虽然说还在往上走 但是我会告诉你 他只要站回不了 站回不了这条趋势线之上 最终他就是在这条线 跟这条线的那个价位交接的位置就是结束 很神奇的技术分析啦 市场上没有人会 这样好吧 那今天各位有信学到 其实 真的是幸运啦 我跟各位讲 好 那今天就大致上先跟各位交流到这边 如果有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欢迎你 就欢迎你加入这个群 然后在LINEX当中去跟我做提问 这样好吧 好 那就 祝各位今天都顺利了 记住16517 今天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他 这样好吗 好 那祝各位今天都顺心如意 都操作顺利 都能够赚钱